《耳機》究竟是怎樣煲的呢? 很多人都問過這個問題 我通常都要回答 如果你是有玩家的 你就播放你自己喜歡的playlist 最好有些雜不甭的歌 即是不同風格的歌 接著播放它一晚兩晚通宵 其實你聽的耳機已經有很大分別了 如果你可以用電腦煲的話 我就會建議可以上YouTube 當然其實你用Player 走到Android都可以 你上YouTube可以找到一些 叫做煲線或者Burn in的一些 我不夠想要音樂 我叫做Soundtrack 總之是一些聲音 它是一些高中低頻段不同的噪音 即是如果你真的走去聽的話 有時Wheel 有時是Ssss 我亦都有一些工具碟 工具碟放入CD盤聽 它有些定位 有些煲喇叭的一些 叫Soundtrack 它都是不斷播放不同頻段的Noise出來 能夠令到你幫助對耳機老化 老化不是那麼好聽 總之叫做熱身 動動了 如果高級一點 其實我見過有布線機 我之前見過的那些 整部CD機 Buray機 這麼大的 在Lab cable有兩部 Rio都有 有一個造線的Simon 也有 全部都皮皮聲 可以煲電線 喇叭線 RCA XLR 都可以煲的 如果煲耳機線 就好像夾一些Adapter 我見過他們 直到最近 市面終於推出了一個 迷你煲扇機 就是我桌面這裡 有灰色 有銀色 喂 迷你煲扇機 我一聽到 就已經狗衝去買了 不知道它行不行 都要買 讓我搬到兩部回來 牌子就是 Evening Star 有網友留言給我 之前這隻是很有花生的 大家自己去看看 無論如何 它出到煲扇機 這件事 我都覺得是 那條招式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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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它行不行 我都已經想買了 一說出來 我已經想買了 那見到實物 也都覺得是OK 不醜怪 我初頭看照片 覺得森灰是比較漂亮 但是 見到實物就好像銀色 比較漂亮 我簡介一下 它是怎樣 一個大概好像 以前的Player 那樣大 DX90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有一個Type-C 的插頭 Type-C這個位置 我最初以為是充電用 但其實不是充電用 它是Type-C拿電 它裡面沒有充電 它是長插的 然後前面揭開的蓋 是有兩個3.5的輸出 下面呢 就有兩個4.4和兩個2.5 那麼實際上 它同一時間可以煲到 六隻耳機 即是兩隻3.5 兩隻4.4 兩隻2.5 是有趣在 不知為何3.5這兩個洞 要保護著它 哈哈哈哈 專門要有塊染 保護著它 下面的2.5和4.4 是不用保護的 那麼它的理論呢 就好像我剛才說的 你只要插了電 然後插一隻耳機進去 它就會不斷地播出一些不同頻段的噪音 理論上是可行的 反正你煲喇叭也好 你煲其他線也好 其實都是這樣做的 就是一些不同頻段的噪音 只不過這個盒子裡面 就已經預載了一大堆的噪音 它會不斷滑 然後你一插一隻耳機進去 通了電插一隻耳機進去 它就會自動播放 那麼理論上是可以的 實際上是可以的 那我就要試試了 它說明書裡面 是有一個煲線的指引 我讀給大家聽 單動圈耳機96個小時 雙動圈104個小時 多動圈250個小時 圈鐵耳機120個小時 圈鐵就像Fender那樣 9-1 10-2-10-3 又有圈又有鐵 就圈鐵耳機 藍牙音箱100個小時 大型音響200個小時 耳機線材300個小時 下面這三樣東西 我還沒想到怎樣煲 因為它剛剛這裡是3.5 2.5 4.4 藍牙音箱可能是用Aux線 去給它 大型音響 例如我這樣 有一套Hi-Fi 應該是怎樣煲呢 我還沒想到 我還沒想到怎樣 插個Adapter 進去 令它播出這個盒子的聲音 而且都會很煩惱 你耳機躲起來 播放的噪音 就沒問題 如果喇叭播放的噪音 很討厭 你要走開 我接下來 將會煲一隻單動圈的耳機 就是我最近的King 2 試試它究竟煲前和煲後有什麼分別 已經插了Type-C線 這裡有一顆燈亮了 即是它已經開了 接著我準備了我這個King 2 單動圈耳機 還有套裝跟著的4.4線 插下面這裡有個4.4的洞 兩個我插其中一個 不知道大家聽不懂 一插了 就已經有一些噪音 我把其中一隻放在咪上 看看是否收到 應該收到吧 好了 現在正在煲 我將會放它在這裡 跟著它的指引96個小時 96個小時之後 我就會用它來聽 和換一隻全新未拆過的King 2 這樣來AB比較 就看看這個 所謂煲線機是否有效 肉之後是如何 請看下回分解 好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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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